下一步我們就煮熊掌 先放到高壓鍋裡面去壓一下 壓半個小時 上面可以把老皮也去掉 這是下鍋 如果想留指甲的話 最好就是壓之前拔掉 要不的話指甲就有可能壓壞了 換點酒 熊掌開鍋了 這是壓好的熊掌 壓了多少時間 壓了半小時的熊掌 哇 已經脫皮了 脫皮才好吃 太軟了 太軟了 好把它沖乾淨 用涼水清乾淨 有個指甲被他們生拔了 哈哈哈哈 他打了一個 沖了以後壓了以後這個厚厚的皮就不要了 去掉這個 去掉這個老檢 老檢 掌心上面都是一掌厚厚的老檢 這就是熊 十層後檢不能吃掉 很硬啊 很像那個牙 下一步把青掉老檢的熊掌放回高壓鍋 進行第二次高壓 配料 還有熊腸熊肚就一起放在一起 再壓 然後再煮 好大一鍋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放醬油 加點蠔油 加點老抽 我們再放一點配料有桂皮 炒果 八角 花椒 還有這個 什麼葉子 香葉 放到 都要過一起 加一點水 小秘訣 放一點冰糖 蓋上鍋 開火 開始壓 15分鐘 現在開鍋 壓了15分鐘 熊炸和熊炸 非常抱歉 旁邊在炒熊炸 熊炸 熊炸 熊肚 熊炸 熊炸還在這下面 從高壓鍋取出來 已經煮好的熊炸 熊肚和熊炸 熊肚 熊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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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不倒進去 不讓你吃 讓你再吃 要不要老領事上來 不讓你吃 麻煩一點 辣一點鬆 我們又現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